公路总局位在鲤鱼潭风景区道路两侧各化设6公尺绿带 日前换县政府县社处在寿风乡公所举办通盘检讨之后 居民提出了申诉案希望可以解编商店街6米的绿带 目前已经由县政府都委会宋审内政部来进行审议 民众希望多年来没有解决的6米绿带可以获得解编环土地渔民 鲤鱼潭风景特定区每5年进行一次的通盘检讨 近日在寿风乡公所进行公有土地变更的公开阅览 对于当地居民议论已久的道路两旁6米绿带解编案 居民也提出了申诉案 希望能够解决多年以来道路外6米绿带居民土地无法解编的窘境 新政府来开个公共设施的一个计划案 我想这是对于目前的一个公共设施的土地的问题 那我们业者他们居民希望说未来能够将6米绿带来废除 来解编保护区在于解编变成为住宅区或者是商业区 这样子才对我们鲤鱼潭的这个居住有所保障 目前是就像现况一样 就像现在在使用这个范围内这样子 这样大概多久 像从保护区到现在四五十年了 鲤鱼潭风景区道路旁的6米绿带 原是居民长期以来居住的地点 但是在道路拓宽时就被划入6米绿带 居民希望透过这一次的通盘检讨 能够让都委会了解他们的诉求 进而进行解编还地于民 记者林杰授丰采访报道